基里胡思经伦天下,于西连众伏背苍生。在清代,基里胡思一直是帝王的御用品,因产于胡州南巡镇基里村而得名。 近日,记者走进基里胡思的发源地浙江南巡。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顾明奇是基里胡思手工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他告诉记者,自己从七八岁时就开始跟着家人学习基里胡思的制作。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机器骚丝业的发展,基里胡思手工骚丝行业逐渐没落,从小便接触基里胡思的顾明奇,舍不得这一项老底子记忆就这样消失。 于是,他自掏腰包,在村里四处搜寻从前村民养残用的残扁、残台等传统工具,逐渐还原了基里胡思的传统制作技艺。 这个检子,要拉人过丝,要很讲究的一些古人。 水线要把这个残检,要把水里面注开。 它抽的时候也很讲究的,这个水温也不能很堪,五六舌头就贵了。 这个水都滚了之后,把这个丝胶也铺外掉了,铺外掉了,对这个丝质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个切礼物是给人家的地方有很多特点,韧性比较好,因为它我们这个一个丝可以刮八个铜钱,还有一个我们这个丝比较白,颜色自然也比较白,比较光鲜。 1851年,上海商人用湖州南巡基里村产的生思参加在英国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并一举夺得金银大奖。 从此,基里胡思走向世界舞台,2010年6月,基里胡思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第三批非移名录。 从那时起,一波又一波的人慕名而来,到顾名其家中参观基里胡思制作技艺,有的还专程请他带工具上门表演。 每遇到这样的要求,他总是不计报酬愉快地同意。 他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每次表演都是一次宣传。 一个呢,我感到呢,非常荣幸,非常荣幸,还有一个呢,我感到这个担子呢,也非常重。 现在这个年轻人,搞这个东西呢,没有人搞,我想把这个东西呢,就一担一担拆下去。 所以呢,我就把这儿子啊,儿媳啊,生子啊,先把他们教会,再呢,教会就发展到学校里面,我就把这个拆,这种拆拆呢,拆下去。 如今顾名其还保留全村唯一一台木质骚丝车。 顾名其说,要想手工制私,必须要用到这种木质的骚丝车。 2018年,顾名其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授予第五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基里胡思传统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他织的丝绸也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中文词